现在要来介绍备份软件 这一套是叫做Coping Backup 所以我们用Google搜寻Coping Backup 那可以看到它的官网 那我们现在介绍的是11版 那我们就选择下载 역'd 好它就开始下转 嗯 好,下載完成 那我們來資料假裝顯示 那我們進行安裝 按右鍵,然後以系統官員身份執行 那第一個是選擇語言 那我們選擇的是 繁體中文版 那下一步 那勾接受條款,下一步 那這裡我們不去做 我們一預設值的設定就可以了 那下一步 那一般就是會用預設值 那我習慣是使用本地系統帳戶 那當然你要使用一般帳,一些其他帳戶也可以 那下一步 那是繼續 好,安裝 好 好 好,這樣就安裝完成 好,那我們來看一下 安裝完成之後,它會常駐在右下角的地方 那點兩下就可以看到它的介面 好,這是Coping Beta的安裝